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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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能遭遇 百千万劫能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生实义 愿解如来生实义 教观刚中即天台四教一合说 各位毕丘 各位沙咪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着 我们三一堂课 跟大家已经见到教观刚中的五重悬议 这五重悬议可说可不说 因为一般来讲五重悬议在解经 特别要五重悬议 但是以论矿经 那么一部论也可以就五重悬议的 这个五个角度来看它 其实要深细的说 其实任何一部大大小小的经跟论 都有这个五重悬议的意涵 可以去解析的 不过大部分 在最 教观刚中也好 四教也好 大部分都没有 没有再去讲它的五重悬议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 解天台教理的内容 我们就是要五重悬议来解一切经了 是不是 它就是那个最核心的了 一般很少在这样做了 我在想我衡量了一下 想没关系了 既然进修大师 也有把教观刚中做五重悬议 这只有他做而已 别人都没做 那我也就随身这个意思 给解释解释 介绍一下 当然我不会随文讲 但是总是希望我把诸位当作 未来天台的传人在教的了 所以说还是以这样子讲解一下 为我的目的 你要想要是到我死之前 我那个法券一张都传不出去 那我会死得很难看 是这样 所以我还是赶快 赶快传一传 教育教比较好一点 到了那个 如果有机会去极乐世界 到门口就被我的法师傅踹两脚 你怎么给我缴白卷 没有把法卷交出去 你在搞什么 所以说这个开玩笑 但是呢 还是希望大家耐着性子 那我们就说叫这个五重悬议 五重悬议 这个五重就是五成 就是层层波进 波入 那悬议就是生意 我到很多地方我都讲过这意思了 生意 或者是说悬 或者之前需要理解的种意 也叫悬 悬有悬在那里的悬 悬在办公中那个悬 也有玄妙的意思 深系的意思 深系隐藏的意思 也有种色的意思 这悬意是这样 那么五重 五重是五成 五个城市 层层转进 有这样子的意思 但也不尽然说 一定有前后的学对关系 像民体中用 市民 变体 民中论用 这一定有关 有他的顺序的 那叛教相呢 基本上也可以在体之后 不过一般来讲 都要在这个论用之后 所以我才把他的教相判出 但叛教相 为什么叛教相 让你知道他的体用之后 也知道这部论 在这部 在整个佛法的大海当中 他站在什么位置上 阶位上 所以你想想看 有了这个阶位放在哪里 你对这部经 到底是什么样深度 什么样意涵 你就很了然了 也可以说 这个叛教相 是将前面的四项 做一个最终 整合性的摆位置的一个动作 所以他还是要在最后 叛教相 是这样 虽然有人会 是不是可以在体之后也可以 因为有的体 叛教相就可以叛了 是可以 可是这样怪怪的 因为民中论用 其实也是在他教相之下的意涵 所以 他是层层转进的 最终才说 他是在佛法的哪位置上 你就豁然开然 全部了解 那么这样 那这样全部了解之后 对整部经的内在的意涵 价值功能目标目的 他要给你什么样的目的 他要导引你到哪里去 他能让你修什么行 他内在的意理是什么 所谓的意理是什么 在这部经的表面上 他要讲的那个道理 之所以立这个经题的题目的意涵是什么 都知道了之后 最终给你讲说 他在整个佛法的地图当中 是在哪个位置上 你想想看 你这样对一部经跟论 有这样的理解 你身心是安稳的 你对这部经的理解 是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这样子会了解吗 所以说这个五重悬疑 其实大家呢 自己在研读经典的时候 其实都要试着去 去判别他的五重悬疑 是这样 那很多古德 像我们天台圣司 他在讲经的时候 常常是把五重悬疑讲完就OK了 文字的内容 内在的那个剧文的内容 他有因缘有讲 没因缘就可能 差不多也知道他的大杠 是这样 所以讲五重悬疑是很重要 很重要 OK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四名是最普通的一个悬疑 那么讲到说 世尊呢 这个以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教官刚中的教这个字呢 是教是指 佛陀呢 怎么样 将他所证的那个不可言说的离体 用什么呢 六层中的其中一层 表现出来就是教 而这表现出来是有目的的 不是他自己在演戏 每一个人他也在乐得自己自言自说 好像怎么回事一样 不是这样 现在人 现在人讲电话 带着那个什么蓝牙小小的一个 然后你常常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自言自语 其实他是在讲电话 对不对啊 那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怪怪的 不是的 他在讲电话 那佛不会自言自语 佛陀所一切的语言 他六根要显现 吸出六层的作用的时候 都是有利益众生的唯一目的 佛陀出世 也是要开示误入佛之之见而出世 他是因为有正德这样的内涵 这个中道实相生意 所以他出现于世 是要利益一些众生 所以他动六根 起六层的作用 那都是有目的 就是要让众生开始误入佛之之见 那问题是他要用哪一层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身闻 那么因此呢 他大部分的情况是 用一音说法 可是不等于他被限制为只能这样 我上次太阳哥说了 所以他会放光 会动地 他会磨顶 有没有 有没有 佛会伸一个手来 给你磨顶 那就是促成 用促 你觉得这没有用是吗 没有用是吗 有用 你看那个狗 那狗最喜欢人家摸他的肚子 对不对 你要摸肚子的时候 他就 很爽 然后他觉得你好爱我 他就不会得忧郁症 你懂吗 小狗来的时候 你要多跟他讲话 都跟他玩 他就会知道你是爱他的 连狗都知道这样 那你只讲 小狗我爱你 我爱你 笑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你把我摸 我就知道 你爱我 促成 你看看 你看男女 贪爱也是用促成在表现的 他不是用眼 他有时候用眼睛 那是色成 眼睛咪咪的看对 对方 然后对方觉得怎么样 那只有他们两人知道而已 对吧 那是什么 那么 所以你说 佛只能用语言讲经给你听 你蠢蛋 你自己搞不清楚 所以佛当然会放光 会动地 会磨顶 而且佛也会默然做 用心念 大菩萨都听到了 所以说华言经 为什么七日 乃至有二十 有说二十 有二十一日 说完华言经的 他用想的 那大菩萨 用心力听的 对不对 一念之间 就无量意了 是你凡夫不知道 你说那不可能 是不是 你这样听我 这样一推路 你就知道 对 是有可能 人家我们还不是说 世间人说 男生送那个 他所爱的女人 一朵玫瑰花 就代表了 什么 千言万语 对啊 你看 送个花一刹那而已 千言万语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够说 一刹那讲尽 所有华言的道理 七天 二十一天 为什么不能讲 可以啊 是你 我们这凡夫躁动的心 不能理解而已啊 对不对 是不是 人家你推路就知道了 大圣经 怎么会不是佛说呢 OK 那这样子 所以说教 这个观念 你不要把它锁定为 有形有生的文字而已 它是六成都可能 你这样对教材理解 得够深刻 天台 学天台就是这样 一开始 你的心量就要够广 小心小亮 小眼睛小鼻子 你学出天台 OK 好 那么这样子了解了 那好 他为什么要说 佛说为什么要施教 教竟然有六成可以施出 那施出来 他到底目的是干什么 他这个施出来 就是一种文言名相 你都怎么可能名相呢 那个光怎么会是名相呢 你看现在网络上讲说 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 看了图就知道一切 说了半天都不知道什么回事 一张照片一看就知道 对对对对对 他是不是名相 他不是化成你语言的那种名相 但是你看了就知道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很多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说 妈妈结 爸爸结到了 爸爸我好爱你 我我我真的很爱你 还能说什么 对不对 但是你送爸爸一个很棒的刮胡刀 那个爱马上 爸爸也描述不出来 那个爱是多少爱 几公斤 几立方米 也不知道 但是你就知道 那个够爱 对不对 我儿子平常都钱都嫌不够用 现在居然买个这么好的刮胡刀送我 是不是这样子 那就是够爱 那能不能用什么名相不能 可是有没有传达意思 不但有 而且更深入 对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一样道理 所以你不要怀疑 传递法的内容的这个教法内容 不一定是要写成文字的 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 现在那些做考古的 那些所谓的学术工作者 他在考什么 他在读什么 他只读一样东西 文字 除此以外 他什么也不能读 对吧 对吧 那所以说蠢不蠢 他要拿这样子来说 佛说了什么 佛陀没说什么 你看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这就好像说 一个男生 从来就不会写 写情书给那个女的 但是他会送花 结果这一男一女死了 有个考古学家来考古发现 啊 这个男人一点都不爱这个女人 因为从来找不到一封情书 给这个女的 他下了这个定论 你说怎么样 衣文 解义 三世佛缘 你的男人的气息 你们父亲爱我母亲爱到海上去 我天天都把他送花 我老婆也知道啊 你们的蠢蛋 蠢蛋考古学者 他考出来结论是这样 对不对 我拿这个比喻你就最清楚了 所以那些人啊 说什么大乘非佛说 因为根本没有菩萨啊 哪里有菩萨 没写成文字啊 对不对 他是这样讲的嘛 没写文字啊 所以没有啊 蠢不蠢 所以再相信我一遍 大乘绝对是佛说 不要拽七扭八的 来勉为其难说 大乘是佛说 不是 大乘本来就是佛说 那些笨蛋用错方法了 所以他们弄错的角度 所以解成大乘非佛说 所以这个角啊 千万不要把它锁成文字 说是角 那完蛋 真的是完蛋 OK 好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目的就是 转众生的心 那转众生心有三种转 第一 转二为善 第一种转 就转二为善 这就通 四出四间 四间善 四间二 要转他成为善 有没有 教导五戒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五戒十善 就是转四间二为善 所以佛陀要说法 但佛陀 但佛陀讲这个绝对不是重要的目的 他只是手段而已 所以有人把它说成 五戒要配什么呢 儒家的什么 五伦还是五什么 五什么 五什么 五德 配儒家的五德 五常啦 五常还是五德 反正配五家的什么 什么五常还是五什么的这样 这个对外道说说 对还没信佛的 对那儒家人是说说 这是可以的 人家佛陀的五戒 跟这个凡夫的五常五轮什么的 这是截然不同意涵的 怎么说 人家四尊的五戒 是为了未来解脱用的 而五常只是让你安顿 现世生命用的 这个一个是现世意 唯一现世意 另外一个是现世意 再加上初世的解脱意 而且是以初世的解脱为目的 这两个是截然不同层次的 你把它套在一块 然后说 佛教如果没有辱学的话 佛教就不能发展 这个话真的是吐血 所以接着败坏佛教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不能这样讲 绝对不能这样讲 天下好话 佛说尽 难道还要借别人的话来补充佛的话吗 是不是 所以就不了解 就不了解佛陀教 人家那个教本身就有转恶为善的功能 但是转恶为善 通世间跟初世间 这点一定要搞清楚 那再来呢 转迷为物 转迷为物呢 基本上是已经在讲 什么呢 世间的 初世间的 世间的谜 通通是叫做恶 懂吗 那已经由前面第一个转恶为善 完成 转迷为物 这是已经是讲初世间的 那最后转凡成圣 这就果说的 转凡成圣 其实要真的讲起来 佛陀社教只有一个啦 只有一个目的啦 转迷为物啦 因为迷 迷为因 那么恶为果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凡夫 是他的相 所以主要在迷与物之间而已 所以要真说 三个目的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转迷为成物 转迷为物就是目的 对不对 开启物心 物心呢 物喔 物是众生的意思啦 一切众生 为物 物品的物 开启物心 转迷为物 就这个目的而已 哦 这个目的是一切外道所无喔 没有啊 人家外道也劝人家行善啊 我就跟你讲啊 那种行善 是什么 是限制意啊 你又来扯那个了 我就毛起来了 这样就糟糕了 这样就把佛教俗化得不得了啊 千万不要俗化了佛教 佛教不共世间一切教法 你说那这样的话 你们这个佛教沙文主义 我跟你沙诸主义 沙文主义 那都你说的 明明就有高低的分别 你不信 那是你外道 或者是你没有姻缘 我没办法讲 但身为佛教徒 你自己都分不清楚 佛教的不共义 不共世间的那种生意 那完了 那你还叫佛教徒吗 你这个 你对佛教还有甚深的信仰 跟坚固的护持之心吗 对不对 你都把佛教的不共义 都搞不清楚了 那你说你是多好的佛教徒 你讲经说法都没用的啦 都会残害众生的 你不了解吗 你说没有啊 佛教不是也有人天秤吗 人天秤是基础 而且是不得不私化的内容 那不是佛陀出世的本意 请注意 啊 对不对 佛陀出世的本意是什么 开始误入佛的知见 究竟泄托 还不是阿罗汉的什么 阿罗汉的方便天真泄托 是究竟泄托 这才他的本意啊 如果照你们这样讲的话 大家都不要故意 注意现实的生活了 世界都不会有进步了 首先我要问你 现在世界这样叫进步吗 这个进步怎么定义的 就不一定了 再来 大家都这样 有吗 有大家吗 我劝大家 我一天到晚劝大家 出家修行 有吗 没有嘛 这两个都不会发生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讲经说法 难道大家都来出家 所以造成你说的 社会没进步 刚好相反 我讲了半天 根本没人来出家 对不对 怎么会有大家呢 没有 那是你的假设 不存在 所以说 这么样甚深的教法 大部分的人是不会 不会立刻成仰 去实践的 你不用担心 但是你身为一个佛教徒 如果你已经进入佛法 那你要懂 他的不共义 他的不共义 这点要了解 当然你说了 有这个不共义 是不是要有共义的部分 来导引大家学佛 那倒是要 比如行善 比如说 做世间的慈善事业 比如说呢 这个讲一些 什么 这个 蔡根坛之类的 劝势之语 这个都可以 像有些大德长老 他都会拿那个禅宗公案 有没有 故事 写一段故事 然后后面就自己解释 解释给现在人听 大部分我只会看他 你 写出来的禅宗公案 后面的解释 千万不要看 你懂意思吗 那简直是不成人形 那种解释简直是不成人形 完全把禅宗的那些古德的作为 完全俗化了 懂吗 但是你不能说他不对 他要他给世间人看 他怎么解释成很人物 很世俗的东西 那你身为佛教徒 你看看故事倒是可以 那你不要再看那内容 看他的解释那些内容 那 当你如果要弘法立身 看他怎么讲 这也参考是可以 但是那不是古德真正的 真正失色的意思 大部分都不是 人家禅宗是为开悟 师徒相色的动作是这样 你把它解释成 世俗的道德 或者是世间的智慧 那就不是的 一样道理 所以说佛陀讲法 对 没有错 他有五称共法 讲人天称 他也劝女人怎么样孝顺公婆 女人怎么服侍先生 他也告诉男生 怎么爱他的太太 也讲了这些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拿来认为 那是佛陀出世的本意 那就完了 他是因为对内内人 连这个事情他都不懂 更谎论学佛 佛陀只好连这个都要教 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么他可以 那就教吧 乃至于佛陀没教的 世间有讲的 也可以挪用 这都没关系 但他绝对是 善巧方便而已 那么因此 佛陀所设的教 他最终不共的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不共的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哪一个是不共 让众生开示误入佛之之间 这就是转迷成误 所谓转凡成圣 转恶为善 这些都是转迷为物之下 所形成的 所带上来的 的周边利益 或顺便带上来的原因 真正的目的 其实有一个 转迷成误 转迷为物 这样懂吗 这是佛陀思教 所以你知道 教灌刚中 那个教的最终意思是这样 教所表现出来的是六成 他的目的是转迷为物 或者以法华经来讲 就是为了一切众生 开示误入佛之之间 没有另外的意思了 所以无二一无三 有没有 唯一说一秤道 所以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是吧 OK 很好 这样如果能了解了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那么我刚刚讲到说 六成诗教 都是他的教 请你记得 佛陀如果在光阴天 他不是用语言 讲经 你懂吗 他会坐在那里 一直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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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会不一样 不一样 下面那也看得很高兴 这样子 然后也体解了很多道理 用六成的不同层 他在不同的世界 会随顺那个地方众生 到底是哪一层 色身相畏处法的哪一层 能够体解佛法最棒 他用那一层来讲经说法 这样懂吗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完全有眼不适 有耳不闻 那我怎么知道 我都不知道 放光是放什么的 而且我告诉你 他放的光 还就超出人类所见的光 光波之外 也有 对不对 这时候你真的是有眼不见 不要说看得懂不懂 甚至有眼睛都看不到那个光 有没有 有可能 这样懂吗 是这样 像我们现在 你看得到我的光吗 看不到 大部分你们看不到 对不对 我就曾经在那个 冯甲大学 教师佛学营 教师佛学社 当中 我就对那个教授讲 讲天台 法华经的 法华灿 法华灿的略说 那有一个人就坐在后面了 他就老 又是男生 一直瞪着我这样子 他好像没在听课 他一直瞪着我 后来我下课 他跑过来说 十五 你刚刚讲经的时候 全身都是什么光 什么光 还好 他没有说我全身都发黑光了 还好没这么讲 他说什么 我说 你怎么会看到这个 他说他看得到 他与生俱来就知道 是这样 那我说 我就问你 我说 是不是有人跟你吵架的时候 他身上光是很丑 对不对 他说对对对 那乃至于他心里讲话 讲谎话我都知道 我问为什么 因为谎话的光是什么光 他知道 你心里你想什么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嘴巴讲 你很生气哦 没有啊 没有啊 其实你的光在告诉人家 我很生气 你懂吗 完全 完全没办法骗人 所以光阴天的人 是没办法讲谎话的 因为他随时你的身体 自然在流露 语言出来的 就是光 语言出来 他就看得到 那位老兄就看得到 我说这样也蛮累的 我说对 他有时候还是 他还是粗粗的 他不是很生气 但他粗粗的会感受得到 有人就有这种人 对不对 不管了 我们这 题外话 好 那么就是记得 佛陀在他方世界会用别种方式讲经的 会用六成的其他成在讲经 六成都能讲经的 你要知道 那么这就叫教 教是这样 好了 教自然是这样 那教的内容呢 是应激而失事 刚刚我不是说吗 教是为了转迷成物 对不对 可是对不起 他总是对人说 对众生才能施教 没有众生 他就没有教好施舍 也就是说 无鸡 他就不能施教 有鸡 他才能施那个教 鸡 就是众生的鸡 不然我要讲什么课呢 对不对 大家都不在 我对着录影机讲 那就我只能对我自己的鸡 是不是这样的 当然也可以 我对着录影机 也是鸡 也是对鸡 是讲 对一台机器 是这样 那这个都只能说 我自己想象中 我要讲什么 讲什么 这样讲出来就比较 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 生动 自己说了 就叫无问自说 或者是怎么样 但大部分都是要 像佛陀 佛陀就不是什么大部分 佛陀一定不会自己 对着摄影机的鸡 施教 他就对众生鸡 众生 这当机众 这旁听众 这是影响众 整整在旁边 他们听 这个时候他对当机 说法 是这样 那 好了 这个时候佛陀呢 他会应激说 应激说 所以教一定要 教要应激 不应激 那讲经说法的人 有过失 这个是这样讲的 这个不是指录影带而言 录影带而言 我就觉得很麻烦 录影带就有人跟我讲说 我看录影带 法师你的动作大了一点 我说我没办法 因为我在现场 我现场我要不要这样 我要不要这样 那些人睡着了 是不是这样 可是当你在框框里头 看我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很奇怪 这框框里头没别人 怎么只有你 你怎么会动来动去 没办法 我是对这些人 我印现前的机 可是当在录影带光碟里头 你看到就只有框框而已 你会觉得我很奇怪 在那动来动去 我是要印现前的机 我没办法印那个光碟片里头 你在框框里头的我的 那个人的机 我可没办法 是不是 你这样了解意思 所以不要要求我 震惊八百 现在大家翻开第二页 佛说 这样子一定有人挖鼻孔 吃冰淇淋 磕瓜子 都跑光了 是不是 那我得要什么 有些动作让大家 专心一下 专心一下 得要这样 这就是印机 没办法 那么这种机因为录影下来了 这机就不一定对盘了 就不一定对得上了 希望你能了解这里的差别 OK 机要对机 也恰恰因为对机 所以机有千差万别 叫有无量无边 那问题就来了 机千差万别是众生的需求 所以佛子能够就有什么样 无量无边的法门的失色 轻重缓急 权实不同 有的叫急 有的秤急 有的秤急 有的戒急 有的这条戒重 有的那条戒轻 有的那个法强 那个法弱 这就难说了 乃至于权实不同 是不是 你这个老兄 好几辈子 五百世以来都做牛 现在能学佛都不错了 难道我还跟你讲开拳显实 会三归一 不行 我要先劝你做好人 放下独刀立地成佛 那你这个人久修久行了 就差这一次 讲一个大乘法 你就能豁然开解 得发眼镜 得什么样子的自在 那我当然要这样说 这是佛禅善巧分别 这个时候 随着众生机的不同 因缘的不同 随时随处 佛有种种的说法 那统统被累积下来的话 它叫做大藏经 对不对 你不要说讲经 戒也有大圣戒 小圣戒 不要说大圣戒 小圣戒 连戒本身 声文戒都还有分 各部派 看法不同 这东东是因为应激 不要说佛讲经说法应激 连戒疾的人也依着他的角度 在戒疾 在取舍 这也是疾 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经典的时候 当然千差万别 那这问题就来了 所以教法通一切 那怎么办 因此就有生前广霞 轻重缓急 偏缘 全时 种种的不同 那这样就很混乱 那我 深入教海 如海涮沙 忙无所从 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要有刚有种啊 提刚弃灵 终止导引 你才能够什么 学海无涯 入门有方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要有刚中 原因在此 光一个叫 你说你要深入经账 嗯好啊 你去看啊 对不对 大正账55册 你慢慢读吧 读完了你还是忙 忙无所措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他一堆就在那里 因为一无量无边的鸡嘛 所以我不主张 一开始你就是读经 读论 读哪一个什么 我们还是天台的一项主张 先学叛教 先学叛教了 哪一部经 哪一部论来 你很清楚 他在哪个位置上 你不会读乱了嘛 读混淆了嘛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我跟佛学 所以我来读佛经 没有这么简单 这样懂的意思吗 没有这么简单 但是很多 懂一点智的人 他就特别喜欢这样弄 自己去读了 自己去解了 然后你看看 这些讲话都偏偏婆婆 毛毛照照 你就看得出来 因为什么 只是读经 一文解义 不能顺应佛所说的正义 来正解经文 因为他不一定对你的基 那你就会偏解 或者任言经讲的 不知强知 无明本 你根本不知道 你还强做知道 这根本就是无明知本 知见立知 无明本 他的原意是这样的 知见立知 这个知见 是要正知见的认知 是透过修行而得的 结果你知见立知 你去立一个反复分别的知 不是无明本 所以越看经典 越远离佛法 越读经典 越自以为是 然后那个心 越来越毛照 你注意看 这种人末法很多 所以要注意 要先去叛教 所以古来啊 中国古来啊 都是先学教 都是要先学天台或华言 先学叛教 原因在此 你才不会心乱掉 好 那么就是教应机多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了 好 我们了解了 好 那么这是教 那么什么叫观呢 我看色心观察为之为观 或者简单讲叫观照为观 那么呢 也就是依教乞观为观 色心观察是那个动作 但是那个内涵 是依教乞观 依教观察 如果你乱观一通 自己想 那完了 那完了 你是佛啊 佛是没有教法 可以依循 他自己也要 怎么样 血三 外 六年苦修 跟外道学 通通不对了 他才会慢慢的 因为过去的善因缘 视线 然后呢 开悟 我们的凡夫 大凡夫 邪剑 邪姿 邪姿 邪因缘 还有恶习气 一大堆 你说你自己不依教乞观 自己想 那真的会精神错乱 那就千万不要这样做 对不对 好 那么说依教乞观 所以教观 教观 有时候也有教 而能才能乞观 所以教观双美 天台的教观双美 依教 就是依教乞观 那你说 哦那我知道了 那这样的话 禅宗有问题哦 因为禅宗是什么 舍文字 不立文字修观 对不对 其实不是 人家禅宗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禅德在导引 这位禅德 有体解的时候 他不是不读经 他只是不预立那些文字 来遮障他的直观而已 他这个 他还是有基本的导引在那里的 当然细节我们不谈 你不要再拿那个鸡毛当令件 你就说人家怎么样 当然末法时代 那些暗政禅 那些什么口头禅 那很多的 或自以为是的禅 那倒是很多 那这点就另当别论 人家古代好的禅师 还是有教有观 还是有教有观 或者有观不离教 教不离观 还是有 只是入手方法不同 那有的人确实 他没有读很多教理 结果他能开悟 那就过去的善根因缘 所以他但收上上基 是这样 所以我说天台不同 天台中下基都能收 中下基都能收 因为他依教习惯 你再怎么擦 你教理正确了 你只是观不好而已 观不好还可以念佛 是不是这样子 那总是不排搭 那教理总算有个清楚 人家胡说乱周的 你总是知道 他在乱讲 你还有个分别 是不是 所以我说越到末法 天台教理特别的重要 特别重要 他能够设中下的基 上上基更能接 没话讲 所以他三根还是普遍 还是有机会的 好 是这样 那么了 懒这个教而造那个心 懒这个教而造那个心 懒教就是依那个教 这个懒的意思有什么 总懒的意思 那么造这个心 注意啊 你比如说我们在观察心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说 我直取我一定要一千三贯 什么什么 你比如说你正在起贯的时候 起贪念 什么姻缘呢 起贪 起男女色贪 起钱财贪 起那个我直贪 起那个称怒 这样子 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 你可以善之通色 灵活运用 比如说 起一个很大的浴坛 男女浴坛 那你说 我是修缘教的 这不见观察 好像神文法 我不用 你这不是 懒这个教的时候是通用 懂吗 猿人用 猿人 猿人这个修法 无法不原 是不是这样子啊 善之通色 善之方便 你一样可以用不静观来 来对峙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就是 才是叫做 懒教关心的意思 他有很 他有给你一个很宽广 宽广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方向 造心 这就对峙说 这就对峙来说 当然还有很多内容 那么这个 这样子呢 了解了 就是灌 是这样子要灌 还有呢 灌 依教起灌 名字为灌 那 那当然你要问 如果没有教 没有教而灌 这个 欧竹有说 这个就是 就好像说 有足 无用 这就危险 那么 这会 茫然于你的目标 这非常的不好 暗正禅 有没有 就是 不好 所以天台 特别的强调了 是依教起灌 这意涵 不过 依教起灌 灌起之时 也不受限于 教的文字 所限 这本不过 这是比较深细 我们暂且不表了 我们还是谈音的部分 还是要依教起灌 所以天台 特别的强调 开元解 而后起行 所以 像灌中别愿了 他可用九年的时间 教你一部 释教仪 他不担心 你后来修不了行 不去禅堂礼 禅堂礼不晓得用心 他不担心 他就是有这种目的 一直让你重复的熏 熏什么呢 熏这个 这个教理 理解 先开元解 是这样 当然先开元解 在词记的操作当中 也不能不同时 修静 修定 所以 我的法师傅告诉过我 他说 其实上课前都先静坐 半个小时 很棒 先静坐半个小时 就急 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椅子 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先静坐一下 静一静 休半个小时 开始讲静 开始讲课 是这样 好 那就是灌 叫灌 那刚中是批语了 对不对 刚 其实我上一堂课有讲 刚是这个 网子之口的大神 粗的神 粗的神 代表了什么 代表能够种色的意思 或者叫一领 或者叫做 网刚 我们就说网刚 就是这样 有时候所以说刚 有时候叫做刚灵 刚灵 刚则灵业 那好了 这里头它批语的是什么呢 刚中批语的是 是什么东西呢 刚 我们先讲刚 那 中 中是什么 中药 中指 名字为中 中药 中指 我们面对世间的很多道理 学问 其实最重要就是 提刚 是指 这最重要 提到那个刚 是 就了解 了解那个指 中指 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 这两个目标 是 这两个意涵是不太一样 刚有操作上的意思 或者是 入门的核心 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看 你要收这个渔网 你要拉那个刚绳 收回来 要装设的那个意思 那那个指 有点像目标 目的 中药 中指 的意思 那么了解一个法 或者我们说读一部书 读一部经 其实首先要知的 反而不是刚 而是指 懂吗 中指 你比如 弥陀经 你想他中指是什么 你想他中指是什么 称念佛号 往生西方 他应该中指是这个 是不是这样子 那 应该说 他知道这样 那你 从头到尾 你就会知道 因为他目的是这样 所以他告诉你 极乐世界 种种相好 庄严相 无非生起你的信心 好 那中指是在那里 那你就懂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最需要了解 事实上是中指 那刚是什么呢 刚是那些 基于种种的细节 要串起这个细节 的一个 种色的一个 理念 的思想的一个核心 那这代表 那这代表一种实践 那就是钢 所以当我要去了解 弥陀经 他中指是这样 可是他怎么来达到 这个中指 怎么来达到 无非就是你要去找 他的钢灵 是什么 原来用 信愿恨善者 来让你保证 往生西方 这里都隐藏了 这样子一个 钢要在那里 那你想一步经 你把中钢都抓住了 大概 主要的意涵 都被你 种色 它的作用 你就能受用 对不对 所以中钢中钢 几乎是什么呢 钢中钢中 这个钢中这样子 几乎是 你研究一切教法 或者出世间学问 你下手应该用的地方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中 中就中子 讲到中子 我们特别说 它是特别的核心 特别的核心 那么我们来看看 接着呢 我们就讲到 钢 那么 佛法的中钢 钢中又是什么 这里 佛法讲的 钢中 就大方面来讲 以天台立场来讲 五十八教 总色所有的佛法的内容 的 这个什么 应该说 它的 它的主要的蓝图 可以这么讲 也就所谓的一代十教 一代十教的全十种图 就是五十八教 就是五十八教 所以它是蓝图 那么但是我们来细分这个蓝图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五十 所说 还是说的是法 对不对 那法的内容 无非四种 藏通别缘 华言时 说的是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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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教 有缘教 带着别 有正说这个缘 好了 对吧 他凹寒时 但说这个 藏教 那么呢 这个 方等时 哦 这 四教都并说 不过四教并说呢 厚厚不知浅浅 是这样 你知道 说藏教的人 在听闻藏教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有个中道实相 不知道中道义 然后你一直要讲道的这个原教 你才哦 有个原教义 它是个别格爱 教理是分开的 但是在捏盘时呢 哦不同 四时 四教 通通知道 中道实相的道理 你跟他讲藏教 跟他讲别教 他也都知道原教的道理 是这样 那别教呢 前面不知原教道理 后面才知 像这样子呢 无论怎么说 还是那藏通别原四教 因为佛陀 怎么横说 述说的最终的道理 最终的那个道理 无非就藏通别原四教 所以五十还是以四教的表现 来说来分别这个五十的 这样懂的意思吗 好了 那么你说 那话仪呢 那五十八教 八教另外就叫做 叫做顿见秘密不定 这是指教化的方式 思教的方式 我可以渐渐说 我慢慢导引 我可以顿说给你听 好 我可以说而让这部分人懂这样道理 那部分人懂那样道理 但懂的道理还离不开藏通别原四教吗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真正教的刚 其实就是四教 藏通别原 这样了解吗 所以话仪无体 没有它真正的体 所以话仪是一种教化的模式而已 教化的模式而已 所以这八教当中的话仪四教 是指的这些教化的方式 我用顿 我用剑 我用不定 我用秘密 这样的方式在教育你 教育的内容 还是藏通别原 五十是指就佛陀师教的时候 的那种赤地而说 赤地的意思 赤地 但那赤地的内容 还是藏通别原 还是藏通别原 所以要讲教的刚 其实是藏通别原 那么要讲冠的刚 又是什么 你应该猜得到了 一的四教有四冠 对不对 就是西空观 体空观 赤地三观 一心三观 这是冠 的刚 的刚要 所以刚中 刚中指的是 藏通别原 以及四种观 一心 体空 赤地 跟一心 这四种观 所以就四教 四观 为刚中 好 好 至于说其他的内容 我们暂时不表 那中 是中子 中药 刚呢 是种色 这个佛法的内容 但种色完了 目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 对不对 这就是中 刚中 有刚 不一定有中 反回来说 有中一定有刚 你抓得到中子 刚领 应该是知道 不过细说 还是不一定的 有时候我知道中子 但是怎么种色 还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刚中 还是分开来 所以最好是有刚有中 刚就是说 你知道怎么种色佛法 中 你是知道说 这部经 这部论 的中子 是什么 你还能了解 他们这是中药 那么如果说 要讲刚中 来教灌 教灌 是指佛法的一切内容 那刚中 就是就这佛法的一切内容 提刚气灵 显示中药 为之为刚中 那这部论呢 叫做教灌 刚中 意思也就是 对于一切佛法的教 与灌呢 提供了 提刚气灵 显示中药 的这个功能 所以他这部论 叫做教灌 刚中 这样了解吗 他批语 说明这部论的功能 批语他的 批语他的 这个内容 我叫做刚中 好 那么我们再说说 教灌刚中的体 那么是什么 我们了解 其实 教灌刚中 内容里头啊 他既然把所有的佛法 都总色 提为总刚了 都是这样 提子总刚 可是 到底总刚 他凭什么来 结诸 佛法的宗旨呢 他有一个 离体 体 我刚刚上一堂课 我也稍微提一下 体 是离体 是他的 底蕴 是他的 内在的基础 精神基础 叫做体 那么一部论 一部经 都有他内在佛法的精神基础 以这样的基础 来说教法的内容 这叫做体 不过呢 这个体呢 这个内容 这叫做刚中 好 那么我们来说说教灌刚中的体 那么是什么 我们了解 其实 教灌刚中 内容里头啊 他既然把所有的佛法都总色 提为总刚了 都是这样 提子总刚 可是 到底总刚 他凭什么来 呃 结诸佛法的宗旨呢 他有一个离体 体 呃 我刚刚上一堂课 我也稍微提一下 体 是离体 是他的 呃 底蕴 是他的 呃 内在的基础 精神基础 叫做体 好 那么一部论 一部经 都有他内在佛法的精神基础 以这样的基础 来说教法的内容 这叫做体